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本好书,弗兰克·帕特诺伊的慢决策 弗兰克·帕特诺伊是美国圣迪哥大学法学金融学教授 他早年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进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开始了他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 他曾在安然公司破产后,作为专家证人,在美国参议院立法委员会作证 作为世界顶级的市场管理专家,他因撰写的畅销书《尼戈靶》详细揭露了华尔街金融市场内幕而轰动一时 他写的《慢决策》这本书是平衡行动与不行动的终极指南 也是学习如何认清行动的完美时刻的终极指南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一些现象解释了从打网球,买股票,到找到生活中的真爱 慢决策对生活中的每件事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本书给了我们发现伟大时机的力量 猫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如果你赶赶时间,你就抓不到老鼠 你需要监视好久,才能等到突袭的完美时刻 正如你将在这本书中了解到的,对人类来说,这没什么不同 只要你想成功,你就需要完美的时机 这需要你有耐心等待机会的能力 正如有能力在机会最终到来时迅速采取行动一样 等待甚至拖延,可以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运动员 一个精明的股票交易者,或者一个更成功的营销主管 更重要的是,学会放慢速度,可以让你在个人生活中做出更好的判断 在这本书中,你会了解到,为什么潜意识信息会让你渴望更多爆米花 计算机对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贡献有多大 以及为什么大多数医生可能是种族主义者,但他们根本意识不到 我们先来看看时间的重要性 在网球等快节奏运动中,时间就是一切 在一场扣人心弦的网球比赛中,你有没有想过 看两个人来回击球,有多么可笑 尽管如此,这个简单的动作还是让人着迷 他与这个流行游戏的节奏和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一名技术贤熟的网球运动员,你不仅要眼睛好,还要反应快 人们往往认为,网球运动员的天赋,使他们能够快速确定球的速度和轨迹 但是,每个人在视觉上记录一个动作所需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都是大约200毫秒 人们的另一个误解是,网球天赋与反应速度有关 也就是说,你反应越快,你就应该打得越好 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有能力在还击前等待那至关重要的额外瞬间 一旦一个球员看到他的对手在发球 他就有大约300毫秒的时间来移动 大多数人可能会尽快移动,结果却完全错过了击球的时机 熟练的球员是不同的 他们可以等待并且确实会等待200毫秒 以便尽可能多地接收视觉信息,然后击球 许多受欢迎的运动,实际上都是在设计的时候 考虑到了这个时间挑战 比如说,如果球员和球网之间的距离更大 那么球员就有更多的时间做出反应 相反,如果距离较小 那么球员只能下意识地做出反应 网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说明了人类具有潜意识准备技能的能力 在这个游戏中,玩家有足够的时间暂停 让他的无意识头脑形成最佳反应 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有意识地计划他的下一个动作 不止网球冠军有这种反应 分秒计时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代证券交易所由高频交易主导 但这也伴随着严重的风险 你每天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用电脑来提高效率的 在极端情况下,市场由高频交易主导 也就是以数字速度去买卖金融产品 高频交易现在占美国所有股票交易的70% 但即便在快节奏的华尔街 股票交易员在某个时刻也会意识到 走得更快并不一定意味着利润更高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早些时候,高频交易公司UNX在提高交易速度的同时 也看到了利润的增长 为了进一步提高利润 这家公司将总部从加利福尼亚迁到纽约 减少了电子交易所需的形成 在此过程中,UNX公司将交易时间从65毫秒减少到了30毫秒 然而这一决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突然间,公司的利润开始下降 由于无法找出原因 这家公司决定将交易速度恢复到65毫秒 于是,利润也回到了过去的水平 那我们该怎么解释发生了什么呢? 2010年5月6日 耶鲁大学教授弗兰克章考察了一场 仅持续了18分钟,却导致数万亿美元损失的股市崩盘 他发现交易速度的提高大大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 这导致金融产品价值出现了极端波动 因此,事实证明当交易发生的太快时 交易员可能会被价格的大幅波动困扰 尤其在危机时刻 这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损失 然而,存在着一种甜蜜的速度 可以为交易者提供足够的延迟 以避免代价高昂的错误 在了解到这一点后 金融专家们不断寻求甜蜜的速度 来优化高频交易 潜意识信息可以产生深远的影响 改变我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你看过《搏击俱乐部》吗? 你知道吗? 在这部电影中有一帧画面 画面上有一个正面全裸的男性 对一部美国大片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 虽然人类的眼睛能够有意识地 看到这样一个图像的唯一方法 是一帧一帧地看电影 但这个图像能够进入我们的潜意识 而且确实进入了我们的潜意识 虽然它只呈现了一毫秒 事实上,数十年来 消费者一直对这种潜意识信息 持谨慎态度 在1957年 据说詹姆斯·维卡里 在新泽西州的一家电影院的屏幕上 用高速适速仪 闪现了潜意识信息 高速适速仪是一种 在一定时间内投射影像的工具 这些画面闪现得太快 影迷们无法有意识地察觉到 据说这个信息 是在催促他们吃爆米花 喝可口可乐 你猜怎么着 根据卡维里的数据 那家影院爆米花的销量 增长了58% 可口可乐的销量增长了18% 然而 维卡里的实验一公开 就引起了公愤 公众对广告公司表现出了敌意 然而 后来维卡里说 他在实验上撒了谎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 一项又一项研究 均未能确切证明 潜意识图像 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然而最近有新的证据显示 潜意识图像实际上可以对人类行为产生长期的影响 2008年 一项研究发现 使用潜意识图像反复向人们展示苹果公司的商标 比反复向人们展示IBM的商标更能提高人的创造力 甚至在此之前 还有另一项研究表明 那些接触到与老年或衰老有关的信息或文字的人 他们的行为实际上发生了改变 他们走路的速度变慢 在记忆测试中表现更差 甚至在政治上也变得更加保守 这些研究表明 如果你想传递一个信息 一个策略是让它显示足够长的时间 以便产生效果 另一种是让它显示的时间足够短 短到人们无法有意识地感知到它 所以现在 我们知道时间对我们的生活和思考起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 我们如何利用时间来实现个人目标呢 当你要在压力下做决定时 记得问问自己是专家还是新手 想象一下 你是一个足球队的队长 现在比赛时间还剩下30秒 你要来做一个改变比赛结果的决定 在这样高风险的时刻 你需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你是队长的话 你可能会知道 专家在做决定前不需要考虑 1985年 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 采访了负责消防行动的消防指挥官 以便确定他们在紧急情况下 是如何做出决定的 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 因为他们说 他们知道怎么做 不用经过深思熟虑 根据经验就可以做出决定 如果伙食已经蔓延 他们会集中精力救人 如果伙食刚刚开始蔓延 他们会直接努力扑火 然而 新手不能相信直觉 因为他们还不一定具备直觉 克莱因进行了另一项研究 他让医护人员和医学生 观看了六个人进行心脏复苏的视频 这些参与者不知道视频中的六个人 只有一个是真正的医护人员 当被问到在紧急情况下 他们最信任哪个人可以救活他们时 90%的医护人员参与者 本能地选择了最合格的那个人 也就是医护人员 然而 只有30%的医学生参与者 能够从中辨别出专业人士 记住 没有人是全能专家 这意味着 当在某一场景下 你遇到了新的事物时 你就会成为一个新手 应该花些时间来做决定 美国海军舰长威廉·罗杰斯 能很快地分辨出敌机和民用飞机 但前提是 他能获得军舰舰员提供的信息 1988年 在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里 军舰舰员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罗基斯专家级的工作也因此而终止 迫于压力 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击落了一架看上去可疑的飞机 但是这架飞机是一架民用客机 他的错误导致了290名平民的死亡 思维过快或凭直觉形式 会导致下意识的歧视 如果你不得不在人群中 挑出一个种族主义者 你会找些什么标记呢 是剃光的头 是种族主义主题的纹身 还是一张和你的医生神思的面孔 有趣的是许多医生并没有意识到 相比黑人 他们给予了白人更好的照顾 但是一百多项科学研究 证实了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 例如如果一个白人患者 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 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移植手术 这是最好最昂贵的治疗选择 开绒栓药 预防心脏病发作也是如此 但如果病人是黑人 即使是同一位医生 也会犹豫是否要提供同样的治疗 所以当你在评判别人的时候 最好先看看自己下意识的反应 虽然你可以对一个人做出及时的判断 但要知道 当你辨别出某些特征时 你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不准确的 2007年 心理学家丹麦·卡尼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评估复杂的人类特征 如社交能力和开放性时 如果一个人至少花了五分钟去思考 那么他的评估会更准确 在对某些人做出判断之前 等待会让你有机会调整你的直觉反应 因此尽管医生无意识的种族歧视 可能会令人感到不安 但好消息是 这种模式是可以改变的 事实上 当医生们注意到这种隐性偏见时 他们开始给黑人病人开更多的药 而不是给白人病人开 明知地管理你的时间 花些时间思考 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个生活伴侣 你有没有参加过速配活动 在这种活动中 你可以将注意力很快地 从一个潜在伴侣身上 转移到另一个潜在伴侣身上去 这种方法可能会误导我们 因为经验表明 花些时间去寻找爱情 通常是一种更成功的策略 当涉及寻找伴侣这种问题时 及时的决定可能会对你不利 在线交友网站把重点放在照片上 他们允许用户浏览照片 并使用户通过长相迅速决定 喜欢或不喜欢这个人 这种肤浅的判断 可能会使结果适得其反 约会服务公司总裁 爱琳拉科塔制定了一个原则 他不让人们看到 可能配对的照片 他认为 人们基于外表做出的快速反应 通常是存在问题的 毕竟外表匹配的假设 与两个人是否真的相匹配无关 当然 第一次约会的时间是关键 所有第一次约会的目标 都是要判断 你是否想再看到这个人 因此 你需要获得关于对方的足够信息 这样才能相信自己的直觉 然而 在事情变得太私人化之前 停止也是很重要的 否则 不管你感觉如何 你都可能会觉得 不得不接受第二次约会 那么你要如何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呢 把你的第一次约会安排在午餐时间 吃午饭能给你们充足的见面时间 但也可以让这件事变得短暂 毕竟你还得回去工作 你花了大约一个小时和那个人在一起 这给了你足够的材料 使你形成对他的第一印象 现在你就可以在同意第二次见面之前 自由地考虑这件事 当然 有时候你可能想做一个仓促的决定 但最好还是花些时间 考虑你的选择 即使这件事需要更长的时间 虽然你可以判断一个人 是否在一瞬间吸引你 但 要弄清内心的真实感受 你需要些时间 通过投入时间 你可以增加找到终身伴侣的机会 人们倾向于拖延 因为人们倾向于高估短期利益 你有没有在某些你讨厌的任务上拖延 比如纳税 你当然知道 下面我们来探讨下原因 人类不善于比较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 精神病学家乔治·安斯利发现 当人们在现在的50美元 和将来的100美元之间做选择时 大多数人都会提前选择50美元 但他也发现 同一个人 宁愿在6年内得到100美元 也不愿意在5年内得到50美元 同样是50美元 时间长短 会使人们做出不同的选择 在第一种情况下 短期利益会影响决策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就不会 这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人们倾向于选择现在快乐 而不是以后快乐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推迟了一些 可能会减少我们目前的快乐感受的事情 比如纳税 事实上 如果你错误地低估了自己的行为 对未来的影响 那么拖延只是一件坏事 不仅如此 拖延的一个好处 是它能在短期内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例如 假设你下班开车回家 听到发动机 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你会在修理厂停下来检查 还是开回家 看看声音会不会自己消失 在办公室工作了一天之后 第二个选择对你来说 有着深远的短期利益 你会回到温暖的房间里 享受一顿丰盛的饭菜 和一个轻松的夜晚 此外 一定程度的拖延 有助于你在匆忙 做出决定之前 仔细想清楚 比如说 你目前唯一的选择 可能是回家 因为修理厂 在距离很远的镇上 但是 如果你经常拖延 就会导致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车最终会抛锚 然后 你将不得不等待拖车 并且要支付更多维修费用 如果早点解决 你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了 有些拖延是有用的 但衡量拖延是否有用 需要经验 你最敬佩的人是疯狂地四处奔波 还是沉着 执着地 时刻在寻找机会 当谈到拖延的积极方面时 我们有很多东西 要向成功人士学习 比如说 投资者 沃伦巴菲特 是推迟决策的大力支持者 事实上 对他来说 一种可靠的投资策略 就是耐心等待 但这并不意味着 你应该懒惰 事实上 巴菲特每天都在努力工作 关注金融新闻和商业发展 这意味着 每当下一个投资机会出现时 他总是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奥巴马总统 还巧妙地利用了拖延的优势 特别是在外交上 回避棘手的采访问题时 2011年5月2日 当奥萨玛·本拉登 被美军抓获时 奥巴马接受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 史蒂夫·克罗夫特 35分钟的采访 在这次充满活力的采访中 克罗夫特突然问总统 这是否他第一次下令杀人 奥巴马没有立刻回答 他等待时机 回避了有关 非法政府暗杀的尖锐问题 而是小心翼翼地 撰写了一份声明 说明他派遣部队参战 并意识到 有可能会有一些牺牲 所以拖延对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说 都是有用的 这本书为你提供了一些专业的知识 向你展示了 如何避免动作过快 造成的错误 所以等等再做决定吧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教导过 拖延不一定是坏事 事实上 在很多情况下 等待是成功的关键 这是因为 当你带着批判意识去等待时 它可以帮你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好了 弗兰克帕托诺伊的慢决策 我们就一起读到这里 这样子 我们自己做事 帮助 明镜